大家好,我是兰娜 我今天早上一睁眼气也慢 然后我躺床上不想起 看了一个外国电影 看着我晕头转瞎 猫王 摇滚歌手猫王 就讲他的 看完我就后悔了 把我这脑子脚的呗乱 起来我就出去 挂了两根铁丝 把被子给晾外边 感冒吧,嗓子还是不舒服 我也不吃早饭了,我吃一苹果 对,我刚才凉血糖了5.7 血压正常,121高压 低压是86 心率77 都挺好 然后呢,喝了一个这个 琵琶丘利沟 我还是没吃药 吃了一袋 太甜这药 不吃 不吃 一会去自助手 买菜 做泡菜 我看有人想看我做泡菜 正好也没了 再弄一缸 冬天吃点泡菜特爽口 也不用炒菜是不是 蒸点包子弄点 饺子 挺好 厨房 厨房没有暖气啊 只有这么一个暖气 让老张给修好了 哎呀 我干嘛来了 哦对 昨天剩的小嘎丁面 这块的够我吃的 饺子 给你们看 我把这肉馅 哎呀 这天暖和了 前些日子都能冻冰 这点肉馅 然后这点面 就够了 嗯没冻上这丁 才两天冷 你看 老张给包上 窝头面 根本吃不了 本来吧 我说我早上你来哈 吃一瓶果就去早市 买菜 做泡菜 结果呢 我肉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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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到十一点了 而且就觉得要不吃饭吧 不行 心里没招没落了 我还是吃完饭再去吧 包几个饺子 有那么七八个八九个就行了 一日特省事 哎呀 这一块面足够我吃的了 味儿香 昨天晚上睡觉又有点卡弹 可能我这肉多 可是我那有白萝卜 你要再搁点肉 再搁点菜 这馅还吃不完 赶紧吃完完了 那天买了一斤多的肉馅 肉馅 让他搅成了馅 我有那个搅碎机 还让他搅不省事吗 自己回来再搅麻烦 我看看几个这是 还有一堵馒头呢 对了好几天了 搁缸里了 我想着老张在这 他吃的多 老张他有事 他回去他一般回去都有事 有人老说 他不在罗方 他没事 他也不愿意离开这 他也觉得这好 他不在我就开窗 开少了 刚关上 门我这边也开着 我就怕热 我可能就在这 捂出来的火 特别怕热 我们楼房吧 没有这块暖和 这块地儿小 然后我又给这窝哈 都拿那个塑料布给蒙上了窗户 特暖和 特严实 有人老问那暖气什么牌的 跟暖气没关系 跟你这屋子 严不严实有关系 你这屋子到处露风什么的 然后我们邻居走出给我那棉帘子 里边外边 里边有铺 外边铺一个 你想想 他的屋子严实 所以就暖和 还有人问我什么牌的暖气 我告诉你跟暖气没关系 暖气哈 他都一样散发那么大的热量 问题就是你能不能把这屋积攒住这个热量 这是一个窍门 我天天琢磨 初级六弯 我看人家窗户怎么铺一层塑料布 我都不明白这是干嘛呢 老张杆 这样你就可以挡风啊什么的 还真是 246 8 10 12 13个够了 二两 要老张杆都是他擀瓶 我不太会擀瓶 这么多年都是他擀瓶 我包 你看我擀这瓶 还没有我闺女擀的好呢 我闺女从小都会擀小子瓶 你看 你看我我擀小子瓶 擀不圆 争取都给他包你 你看那里又全都是肉啊 这吃进去还得 还得上火 有人还说原来你老瞎糊弄吃饭 我告诉你们我这么吃是最健康的了 低盐低油 反正早上起来吃打油饼不太好 以后在家吃饭 不上来吃 还有大有小 哎哟 看这面 这个家子也是我在院里捡的 哎 看没有 洗干净了 没事 就你们老说我捡东西 还说我捡杯子 这个杯子是新的 带着纸盒的 我就不明白为什么 一次没用过新的杯子就给扔了 那你说 你也给扔了 给它砸了 这不就是二次污染吧 你说现在全球都转暖了 可是今年怎么这么冷啊 冻的呢 水管都冻了 好多地方 是不是 天灾人祸的 这不就是对大自然的破坏 如果每个人都像我这么少 咱们这地球还能再多 哈哈哈 是吧 这又犯骄傲了 本来有点功劳 我这一犯骄傲又没了 哎呀这个肉啊 太多了呀 其实我那有半根白萝卜 搁上 又去火哈 但是我不想一上这吃了下就是吃的 老吃 还得和面上 哎呀 但是这肉真的是太多了 肉生盘呀 基本上都是肉 咱吃肉玩的就是香 我觉得我这几个还是包不完 哎呀 太多 这一大碗肉下去啊 还得卡它 这老张赛就好了 它是我的天然垃圾桶啊 没什么菜这里边 就那天搁点小萝卜 几个小胡萝卜 出菜了我那俩被子在外边晒着呢 晒这被子洗洗衣服就是老有干不完的活 真的 老有老有老有 老有活 我没活了把我今儿在院里折腾去 扔院里的东西去 没用了我就给他 我每次从这儿从院里往外走我就顺手 看没用我就带出去给扔了 所以这一碗就越来越利落了 回头哈就剩我们两户 想想都美 有人说会给你平移平移也行啊 他给我盖好了房子是吧 他平移那房子肯定是新的对不对 那我得感谢国家 有这小屋住就行了 我不想住大房子 小屋子还好收拾呢 要是真是一个小屋的话 我就让老张走 我自己住 我很享受一个人的时光 他这两天不回去了吗 我想起来我就得打电话 然后跟他说两句 然后我就挂了 我也不等他回我就直接挂 他都莫名其妙 想找他说话我就跟他聊两句 不想找他直接挂电话 理都不理 他也知道没事就犯病 没事就犯神经病 想找人说话了呢就跟他聊聊 不想说话呢 一个人 挺好 我不愿意跟朋友聚会 我现在特别不喜欢跟朋友在一起 叫什么 无效社交 哎呀 人家都挺忙的 什么可聊呗 没什么可聊的 维持这些关系需要时间 没那工夫 有的工夫我还回家看看我爹我娘 这两天感冒了去不了了 再给老两伙传染了 还伤口 肉馅砸整 没事 下午做馄饨 嘿那边水也开了 我跟你们聊天不就行了吗 哈哈哈哈 跟你们聊聊天也挺好 平台还罚我点菜去 做泡菜 看 还剩点肉馅 我再擀几个瓶 给它都包了 也行其实 可我不想吃那么多 就这样吧 就这样吧 那个留着晚上做点馄饨 可是也没有紫菜和虾 有虾皮没紫菜 用什么代替呢 搁点大白菜 是不是 搁点菜印 这点包馄饨就够了 行了晚上饭也有了 你看 这点晚上饭够了吧 接点水 让它一倒 好好好 好了我去捞点泡菜去 最后一点 看见没有 我贴了塑料布 有它 就暖和 保温 走 还放在这水里 水里凉 不要进水哟 行了 我再来点泡菜 这个 昨天剩一口泡菜 我压在底下了 厨房没有暖气 有没有暖气的好处 知道吧 昨天还剩点 实在吃不了了 哎呀 我这小肝 我想用这个腌泡菜 这个刚大 能多搁点菜 这屋冷 这个汤我就不要了 我决定把它倒了 我重新弄 就还剩一顿的了 哎对我把这汤倒了 断起这缸来 就是 最后这点泡菜 就剩点蒜了 一点都没了 我的饺子 这小锅特快 煮个粥啊 开吃 真香 刚尝了一个 我发现泡菜吧 泡鞋越长就好吃 虽然我这泡菜 什么味都没有 还真奇怪哈 人力得病 我还吃不下 睡不着的 我这可倒好 嗯 一眼不妨碍吃 这饺子 就泡的姜丝 本来我说中午发一视频 就 做那泡菜的 其实做泡菜特别容易 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现在都十一点半了 晚上吧 我晚上拍 晚上拍 发泡菜的视频 好了 我吃饭了 拜拜 请点赞关注哦